我面前这本发财术 就是在二月份的时候 在垃圾堆里捡回来 经过了成就之后 已经半年的时间过去了 现在这个场势也不差 捡回来 把下面腐烂的部分 给它切除掉 用到消化毒的大砍刀 砍掉之后 进行一个消毒 用到带生猛薪 或者是多精灵 浸泡大概十分钟左右 把它拿出来晾干 晾干一到两天的时间 先用一些椰糠 还有些制食 一起做扦插 扦插下去 大概一个星期左右 适当给它补充一些 快速生根粉 让它快速的长根 长牙 快速生根粉 1比1000到1500的量级 可一致性 给它浇过透 只浇灌一次就可以了 不要浇灌第二次 我们平时就简简单单的 在表面喷洒一些水物 让一个植料 处于一个半吸溶的状态 这样它很容易的生长长根 自然的就长出比较多的 新芽新叶的了 放到通风 散色光的味剂 同时结合控饰肥的作用下 它就能够快速的 长牙浮盘了 因为这种控饰肥 它可以 吸用于各种植物 盆栽植物 地栽植物 也能够使用的这种控饰 富豪肥 就是我们发现它浮盘生长了 就在表面或者是盘土里 给它埋一点点进去即可 基本上都是两个月的时间补充 以至即可 同时你不要补用极大的肥料 避免烧根 商苗 黄叶 干煎等等一些情况 使用这种控饰肥即可 好了 这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希望这些方法对大家有帮助 下期再见